我覺得就是令到別人成功 別人找到多 我就覺得成功了 眼前這位今年只有23歲的年輕人 已經擁有自己的第二間初創 早在2015年 他就已經創辦了香港網上保險比較平台 當年剛剛考完DSE的他 放棄了升讀大學的機會 膽躁躁和幾位的中學同學一起創業 共事更加在去年以800萬買出 五年前拿著Fintech產品見投資者 到今年又拿著Fintech產品見投資者 其實你有看過反應有甚麼不同 有 因為五年前 金融科技這件事真的不是很嚴重 還有投資者當年最常問一個問題 就是怎樣令用戶願意付錢 會相信你的品牌 因為安全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香港時不是很興奮Fintech的環境 當時也是要做到成績 然後讓投資人看他們才會注視 但現在我發現很多Fintech產品 陸續登場在香港 投資者和不同用戶開始聽過 甚至用過這類型的產品 因為內地他們很純粹 就是通訊apps已經可以付錢 他們亦都來到香港 空間特別是給微型的交易 這個環境是很大潛力 其實很多投資者 五年後的香港 很多投資者都會找一個 下一個有潛力的項目 因為我自己都相信 香港中央有一間Fintech產品 可以上市 你覺得一個創業者 最重要的條件是甚麼 令到我身邊的同事或伙伴 都要成功 我這個就是領導的特質 像我為例 當時跟我一起創業的兄弟 有些是基層 有些不是太多錢 但是當我們最後有好風 我都會分散給他們 因為重點就是 你要告訴你 讓你的同事知道 為何人家要幫你成功 因為你自己很聰明 沒用的 一告訴別人 為何人家要幫你成功 人家也有傻 人家才會幫你 Anson 當年帶著第一個產品 度過世界各地 參加創業比賽和交流 現在就在德國一間 知名的雙科學院修讀大學 你見識過很多不同地方的創業者 你又看到他們有甚麼特質 或是他們的創業風氣 是否真的那麼旺盛 香港經常都會覺得 拿到錢才做 但他們不像銀河包 和有計劃 因為當地運行一個 開始成本不像香港那麼低 是很高的 人力成本和開發的成本 所以很多都是自己一腳踢 例如 最後要自己學剪券 Photoshop 開發一個APP 寫 business proposal 不斷出去 networking 香港其實很多人都想 自己一腳踢 但他們會覺得很難很難很難 但外國很機動性 和真的可以很專注在一件事上 因為他們追求成功的項目 我覺得是很誇張來形容 加上之前都在美國那邊 我個人覺得是 德國現在的創業風氣和設力 分分鐘還會比美工高 接下來很快就會有一群 DSE的同學放榜 如果他們跟你說 我不讀大學了 我現在要去創業 那你會跟他們說什麼 我之前都收到這些PM 首先你自己一定要 研究好這個市場 就算你是行外人 我那時也是中學生 讀多一些那類的書 不要排愁 寄封信給一些大的機構 或者說你想去做Fintech的項目 我相信總會吃閉門羹 但也會有人回覆你 因為我那時就是這樣捱過你 我會叫他們學好 怎樣寫那個網站 還有要學會怎樣申請 香港的基金線 和不同行內的人一起交流 我覺得你真的要跟多些有經驗的人 交流別人給你意見 我相信你其實是好重的